Darrett市街的這裏 有一支身處的蓋以外飛脫 擊中內地女徒人 應該很多人都會在這裏拍照 出出入入 就會很大件事 當然是危險 其實我都避不到這裏 我相信都很罕見的 都應該不會經常發生的 一活局飛的蓋出來 有機會第一就是壓力問題 可能有一個輕微的火花 因為有沼氣出來 就會爆了 經常都說 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最近真的發生了很多罕見的意外 早前就有工人剪草的時候 懷疑機器打中了石頭 令石頭飛起 打穿了小巴的車窗玻璃 還戒傷了一名乘客 真的很危險 幸好是他沒有弄傷眼睛 否則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而我最近正在跟進一宗 很罕見的意外 就是疑似燈柱爆炸 想不到無處不在的燈柱 都會有這樣的意外 堅尼地城海旁的這裏 近年就成為了內地遊客的打卡熱點 但早前發生了一宗很罕見的意外 就是Darrett市街的這裏 有一支燈柱的蓋以外飛脫 擊中內地旅途人 想問一下你知不知這裏最近有意外發生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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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覺得怎樣 沒甚麼意外 有意外就意外 在那邊 擲傷人的 對… 你覺得怎樣 有點奇怪 真的沒理由 你的燈柱這樣飛出來 有點不可以接受 你猜猜為何它有機會飛出來 我看它是否有氣體 好像幾個處都找不到那個原因 對… 聽到燈柱飛脫 你覺得… 很多人害怕 會很驚訝 會傷到很多人 應該很多人都會在這裏拍照 出出入入 就會很大件事 當然危險 是… 很多人害怕 你平時會不會走路時 都會留意一下電動車 沒有的… 沒有留意的 現在人們最喜歡就是 拿著手機 沒有留意危險的事 絕對會 還有我一向走路都不會 怎樣看電話 其實我都避不到 這個都… 我相信都很罕見的 都應該不會經常發生的 所以都應該… 都沒得小心不小心 經過一些舊的樓的時候 都會留意一下上面的… 即是那些旋逢的情況 路燈那些就會比較少 大家有沒有想過 香港有多少路燈呢 原來由香港路政署負責的 公共照明系統 有接近22萬盞路燈 當中行車道路燈 和行人道路燈 就佔了14萬盞 元朗的街燈數量 就是最多的 多達24000支 而最少的就是黃大仙區 只有2365支 說到街燈的密度 油尖旺區就是最高的 每平方公里 就有600多支街燈 而路燈就會在日落之後 大約8分鐘 和日出前的15分鐘 開始運作 我們已經來到事發現場的這裡 看到這支燈柱已經冒載遺風 同時間移設飛脫的蓋 已經安裝好和維修好 看到這裡和平時一樣 都是很多途人和很多旅客在打卡 回復正常的 張先生 其實燈柱的結構是怎樣的呢 我們香港的燈柱有兩種 一種是種地式 一種是撐地式 比如高速公路 我們通常都用撐地式的 撐地式的意思就是 地上有一個石屎的石屎台 就會有一個掌 然後收四顆螺絲 收到石屎枕上 然後上面會回來 那好處就是 強度比較強一點 就是被車撞到不可以撞 那這叫撐地式 而種地式會方便一些 我們這樣種落地下 好像這條柱就是 種地下就這樣種下去 所以它的種地式 它的底是開放開放的 即是說它直接插進泥裡 所以如果泥土上有些不明的 例如沼氣 就有機會經過泥 經過這個洞而走上來 整條燈柱裡面充滿了沼氣 這樣 只要它一般 是輕過空氣一點點 那它會變成 如果在這裏紙 它慢慢會走上來 積住在這條燈柱裡面 那所以呢 一會飛的蓋出來 有機會就是 一就是壓力問題 第二就是有火星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一個輕微的火花 那這個火花哪裡來呢 有機會可能是內部 或者一些東西撞擊 或者附近人吸煙 那因為有沼氣出來 就會爆了 所以我不敢肯定 總之是因為壓力 而令到整個蓋飛了出來 為什麼每支的電燈柱呢 其實這裏有個蓋子 這個蓋子就是 第一 我們的電線要在這裏切薄 因為電線可能會拉好燈柱 第二 裡面有個保護器 當有事發生的時候會跳激 眼燈壞了就會跳激 第三 裡面有個控制線路 因為有時我們需要 譬如靠光度來控制燈柱 一般它上面會有個光的感應器 然後當不夠光的時候 它一段時間就會令到它的電線通過 就將電線比上上面安燈了 我看到現在的燈柱其實都已經維修好了 這個蓋子跟之前有什麼不同的 其實我們看看這個蓋子 這個蓋子有上下兩顆螺絲收住 其實你想得很穩陣的 基本上我們香港的法例規定 每一年會檢查一次 就會鬆這個蓋子檢查裡面的東西 但是它也看到它臨時做一些補救措施 你看到這裡有個特意叫做一個洞 叫一個洞做什麼 就是如果真的不幸地 還有一些不明氣體積聚的話 經這個洞散掉 那就不會積聚 那平時的燈柱這個蓋子會不會有洞 不會有洞的 因為有洞的話 就會代表到我們的小動物 蟑螂 蟻會走去做鬥 如果行人在街上看到一些路燈 它的蓋子有點奇怪 或者真的有那些異味的時候 其實可以怎樣處理 因為一般我們講的沼皮 通常都是臭雞蛋的味道 如果真的覺得這條燈柱有點異味 或者角色有點不適合位 走上去 其實都可以衝上去政府的 就打1823 然後就說回這條燈柱的號碼 那個號碼是不是在後面 是的 一定是燈柱的號碼 因為這個號碼 是方面 譬如抄牌的方面都是要跟著這個 就是每一支路燈都會有的 一定有在燈柱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譬如迷失的方向 譬如打電話去 如果我一旦登柱就已經可以 救傷車就直接找到你了 今次意外都是個別事件 大家都不要那麼擔心 不過作為道路使用者 記得要留意路面情況 以及不要掛著玩手提電話 Debbie 妳有沒有走過火警 Tetchwood 說一句 真的因為火燭而走火警 我就未試過 不過讀書的時候 都有試過火警演習 其實我覺得每一幢大廈 都應該舉行火警演習 讓居民可以熟悉逃生路線 而且亦都要定期檢查消防設施 這樣才可以防範於未然 不過就不是凍凍大廈 都有完善的消防設備 好像是三毛大廈那樣 他們的隱患實在是太多 稍有不慎 火警隨時一觸即發 三毛大廈即是指沒有成立法團 居民組織 又或者沒有請管理公司的大廈 三毛大廈一般扭寧都比較舊 加上各種老化和日久失修的問題 業主又缺乏定期維修和保養的概念 往往就導致不少問題出現 但又不會解決 我們這幢大廈1963年入伙 業權有31份 我們這幢大廈 在幾十年前曾經試過火燭 真的一燒起來 真的走不了 四師五命 很恐怖 地上的舖也試過燒過 我們沒有一個 走路的經驗多 半夜來燒就要走路 所以現在大家的警覺性都很高 是啊 我每次一聽到消防車 什麼都不做 停一下 停在哪裏 還有消防員拿了車去看哪裏 消防安全向來是三毛大廈面對的難題 由尖旺民政署近日有新突破 成為全港首個地區 利用3D建築繪圖科技 項目更得到香港大學建築學院Meta BIM 研究實驗室支持 為首棟舊下免費製作立體樓宇圖則 減低消防隱患風險 項目來到3月中 更陸續為第二棟三毛大廈製作3D圖則 因為由尖旺區都比較多舊樓的 我們總共3000棟裏面 其實有2500棟是超過30年樓零 我們在民政署經常都聽到 有些大廈收到消防署的消防安全指示之後 有少少無所適從的 所以我們想想辦法怎樣去幫他們 就是設計了這個支援計劃 支援計劃其實我們的做法是很簡單 概念就是找社工全程陪著有關的大廈法團 申請資助 然後找一些承辦的公司 到最後入圖 全程陪著他們做到人盯人 希望他們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立刻有人幫到他們 我們所謂希望加一些科技的元素 剛好我們在去年那時就認識了香港大學 這個MetaBeam的實驗室和LPC團隊 他們有一個3D三圍的一個圖則的計劃 我們想想如果將這些圖則的技術 用在我們這個計劃上 就可以將那些圖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既幫到業主去明白 亦都幫到他們之後去做一個圖則出來 入職可以快些 剛才看到有一位工作人員 揹著一部很有趣的機器 好像是說用來製作立體樓宇圖則 沒錯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跟大家了解一下 這部機器是怎樣運作的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Joe,你進來這個舊樓的時候 這個儀器其實是怎樣收集數據的呢 它通過雷射的掃描 然後自動地收集周邊的環境 你點運 然後我們就會收集到相關的樓梯數據 如果有人走過的話 會不會阻礙你收集不到數據呢 這個是完全不會有影響的 三毛大廈的業主不少年紀都比較大 身體狀況欠階 或者行動不便的長者 所以他們都不是很熱衷於參與大廈的管理和維修 要幫他們其實都有方法 上一節我們就提到有大學和社區合作 免費幫這些三毛大廈的業主 製作立體樓宇圖則 減低消防隱患風險 Joe,你進來這個舊樓的時候 這個儀器其實是怎樣收集數據的呢 他通過雷射的素描 然後自動地收集周邊的環境的點運 然後我們就會收集到相關的樓梯數據 如果有人走過的話 會不會阻礙你收集不到數據呢 這個是完全不會有影響的 這麼厲害? 是 我現在這樣走過 其實照樣都可以收集到的 是的… 好的 我看到你其實這個儀器上面有個鏡頭 但是在你的空前 其實那個是什麼? 是不是也是另一個鏡頭? 它有兩個鏡頭 一個是掃描平面的鏡頭 一個是掃描空間立體的鏡頭 這個鏡頭的畫面就是 它直至顯示著 你剛才掃描得到的環境 幫你可視化地看到 你現在掃描了的周邊環境的訊息 你又可以知道自己在哪裡 引入3D建築圖則 主要是方便一些沒有專業知識的業主 更容易明白大廈 如何符合消防安全條例 早前免費為舊下製作 立體樓宇圖則的香港大學建築學 Meta BIM 研究實驗室 究竟當中又遇到什麼難題呢? 其實就很希望利用這個科技 去幫助一些民區 去改善消防和衛生的情況 他們本身三毛的樓宇 他們都業主比較年紀大 可能對科技都沒有機會去接觸的 所以我們正正因為這個可以提速提效的 我們這個技術 也都整出來的成品是很容易明白的 不是說一些很難去明白的模型 所以絕對是幫助他們 不僅是去解決那個衛生 最重要是提升消防的安全 以及亦都給專業的人士後面跟進 讓他們可以整個舊下 去提升整個防火設備的質素 三毛大廈面對樓宇問題 往往都很徬徨 今次參與3D建築繪圖 先度計劃的業主 又有什麼看法呢? 通過民政處、區議會、黃岳街坊福利會 陳慶舍介紹給我們 我第一感覺這個是很好的 將它透明化 因為我們每次開會 我都有提及到 因為這個消防是要匹錢的 有些業主就說 已經是這麼舊了 市景高有機會會收的 那我就說 一日未收 我們都要提升我們的消防設施 為了我們安全 因為我們還住在這裡 所以就說服到大家 夾手夾腳整好大廈 就是說這個3D 就是這棟大廈將它透明化 條喉怎樣走 輪子怎樣擺 第二個就是 倫理之間 全部知道了怎樣擺 這樣就減少了爭拗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三無大廈 加入消防安全指示支援服務計劃 和三圍空間3D建築規圖的先導計劃 當然歡迎越多大廈越好 如果他們有需要 就可以找我們去加入這個計劃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的 消防安全指示服務計劃 已經有200多棟大廈 在我們的名單上 我們在幫忙 也都已經有35棟大廈 是成功組織的法團 和34棟成功這樣入則 獲得審批的了 至於這個3D的先導計劃 我們也很感謝香港大學 MetaBeam和FPC的團隊 去贊助 大概是起碼10棟大廈在油漸王 我們今天是第二棟 我們也歡迎有其他大廈 請區議員去提名他們加入 近年不少朋友都非常注重飲食 會實行三低一高的飲食原則 即是低糖、低脂、低臘、高纖 還會選擇有機的食物 無非都是想吃得健康一些 有些人還不喜歡假手於人 喜歡自己種菜就自己吃 現在就流行一種 不用用泥土 只是用水和營養液去種的水間菜 想體驗耕種 其實不一定要去到新界那麼遠 其實在自己家 都可以開狠一片種植小天地 會否嘗試種一些可以吃的植物 即辣椒 沒有,你要泥土 你那些地方要大一點才能種到 吃的植物我們種不到太陽 菜都是要有太陽相好一點的 家裡有爐匯,很多棵 會否拿來吃 敢不敢,你有時放些藥 如果家裡有位置呢,會否種一下 有位置會的 種哪種呢 種變種嗎? 是呀 辣椒仔那些 為甚麼選辣椒仔? 我喜歡吃的 種植物還有甚麼難題呢? 去旅行那些植物就掛採 香港近年興起水耕蔬菜 在超級市場都會見到 香港產的水耕菜 因為相對不受天氣影響 可以全年生產 亦都受到一班市民追捧 如果想在家裡種水耕菜 要準備些甚麼? 首先有這部機器 可以放些種植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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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每個位置 可以放兩至三顆 因為外面買的種植 不是100%可以放棉 會否三顆一起放棉 如果三顆一起放棉 就要剪掉它 否則會變成大家的競選 欠位、欠光 最終生得不太好 放完種子 現在就加水了 うん 那外面買營養液 是不是搞定了? 對 搞定了 要種植棉 另外要有室內的種植燈 是LED的種植燈 光譜特別是設計為種菜 強度也要夠高 如果一般放窗台沒有燈種 其實也未必會夠光 所以想種得漂亮 就要有一個專為種菜的植物燈 這些燈是否要長期開 其實每一天會自動開自動關 大概是 最好一天14至16個小時開 然後給他時間休息 Grace用了三年時間研發 自己設計再跟廠房談 想在推廣環保的同時也保持美感 Grace 為什麼你會創造這個水間菜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開始喜歡種菜 發現其實水間菜很方便 沒有泥土的情況下 很簡單就可以種菜 但是香港普及不到的原因 我主要認為室內的環境比較小 而且香港比較忙碌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特別想到可以將種菜機融入架司 周圍都可以種菜機 譬如你有個櫃子 又可以放進去種 也都推出了一系列的種菜傢司 可以真正融入室內的環境 可以令到人隨時有新鮮菜吃之餘 也都可以美化室內的環境 真正融入生活 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題 遇到很多的難題 因為水間是要下營養的 但是就想那些人不想那麼煩 又要計算 又要可能自己量度 那我就想可能做一個自動化的系統 那麼簡單一點 想就是可能加一個測試器進去 如果不夠就把營養進去 但是其實這個想法是非常昂貴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 譬如我的種菜機 每一格就可以代表1000ml 每1000ml就可以加5ml的營養液進去 每一次人加水 加一定份量的營養液進去 就可以解決了整個問題 就是非常簡單 需要那麼複雜 嗯 經過你這麼多次的 叫做改善後 雖然整個步驟簡單了很多 但是始終水間菜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新的想法 比較小眾一點的一些東西 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推廣 比較小眾的原因 是因為人們對這件事覺得有誤解 譬如說我是否要一個天台 是否要一個露台 我是否要學私肥 其實種菜因為科技 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經驗 下粒種子 幾個星期才加水 他們的菜就可以自動種出來 其實推廣這件事 令到他們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很簡單 也可以融入生活 可以美化室內環境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卻步 青衣氣盤一向都大受歡迎 今年的青衣氣盤 就會改名為葵青氣盤 交由葵青的民政署接手 響應政府區區都夜繽紛 除了有傳統的大戲之外 還有不同的表演節目 還有小食攤位 還有市集添加 在星期五開始 一連三日舉行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至於報料,歡迎WhatsApp去 6896-0931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我們上星期跟大家報道過 黃大仙區內很多樹木 因為生長茂盛 樹根令路凸凸凸凸 區內有多長者 令長者出街一步一驚心 想不到報道出街幾天 就有街坊發聲WhatsApp 來向我們報喜順 今早路政署有人員來過 整好了加強軟棵樹,謝謝 當區的區議員都說 今次政府部門處理得很快 若我便說希望可以今早 去特地去營業一下 因為當中已經接了兩個不同的部門 就是路政署和康民事事組 Highway都同一程 一時間都跟我說 她說接下來 會有一些路面修復的動作 會在這條路上 關注民生,一線搜查 那一個很快的地方 今次都會離開